听前面所有的报道看起来像世界末日 不过任何情况都还是有可以赚钱的行业 为大家介绍一个叫水资源处理公司 过去把海水变成淡水 随着现在极端气候的改变 这变成一门很会赚钱的行业 有一个被称为叫水皇后的女生 她并不是长得漂亮 叫做虽皇后不是 是因为她把新加坡的海水变成了淡水 她的名字很中文性的名称叫林爱莲 林到底是怎么看待生活中的水 越来越多人把它视为白金 供生活所需也创造商机 她是新加坡人口中的水皇后 靠着海水淡化与新生水技术 在当地驾驭互晓 并将技术成功外销到全球四百多个国家 其实创业初始 林爱莲只是代理欧美地渗透水处理技术 在这个水比石油更珍贵的国家 她深知技术上必须突破创新 最终公司水供应量达到全国的十分之一 也让新加坡结束了长期向马来西亚买水的噩梦 新加坡政府和企业攜手开辟新兰海 当初从水资源出发是基于自身需要 熟料 粮食需求短缺 全球人口增加 再加上气候变迁加速恶化 水资源争夺 已先后导致多处区域紧张 中国为了开发水资源沿着上游滥沧江 新建八座水坝 加重了下游东南亚国家的寒相 联合国环境计划评估 未来二十年内 甚至不止亚洲 非洲 连欧洲都会缺水 这使得水利资源丰沛的南美洲 近来也逐一展开未雨筹谋的行动 人们几乎是用钻碳石油的规格 对待阿根廷边境 这个全世界唯一的水矿开凿点 过去人们为了争夺石油 引发多次战争 未来争取或保护水源的冲突 将不会只是偏执的狂想 而是随时都会引爆